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要一直隐瞒我 我根本不想当这个公主 这个头衔与我何干 那我也不想当这个太子 我恨不得马上把我身上的印记移除掉 我只想和你简简单单 过着平凡人的生活 我又何尝不是 想跟你一起远走天涯 过着田园生活 可我答应过你 要帮你找回太子了却心愿 我也答应过太子 要帮他找到宝藏 我本想事成以后 我就可以抛开公主的身份 跟你在一起 你想到一场黑沙吧 却让我们经历了生灵死灭 最后这一切 你又终化成了泡影 我曾经痛恨过你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离我而去 我 我不想说我身不由己 你却离我当时不应该那么犹豫 后来我也不怪你了 直到京城我才遇到你 可没想到 你知不知道 那段时间我迷迷糊糊 浑浑沾沾沾沾沾沾的 我整个人想你都要想疯了 在我的眼里 我觉得每个女人都是你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我答应过父皇 要把弟弟找回来 没想到寻寻觅觅觅找到最后 我弟弟 原来我的弟弟 一直在我眼前 我不想做你弟弟 我根本就不想承认这种关系 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 现在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 你是我唯一相信的女人 现在父皇 在江南避难 危机四伏 万语楼这个大恶人 还没有铲除 我们要抛开儿女私情 共赴国难 你真的就这么坚强 能这么理智地去面对自己的情感 好 那我告诉你 我只是个带小鬼 我没有你那么坚强 就当我是扶不起的阿都好了 等等 你看着我 你听我说 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困难 你都挺过来了 我相信你可以的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 就一定可以铲除万语楼 让父皇早日搬事回朝 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就算我做不了你的妻子 我们也会永远在一起 没想到支持皇上的文武百官还这么多 他们都不想忘了吗 公公 您真的要宣布太子加冕大典吗 你的意思 他们会阳奉英伪敷衍本都 最近有很多不利于太子的消息 说 你都听到什么了 京城菜市口有很多人在传太子的谣言 甚至说书的都在讲梨猫换太子的故事 连那乞丐唱的梁花唠都在说公公您的坏话 给我们送 是 秉歌太子 房间搜过了 一个人都没有 跑得真快 跑得真快 乖太监假太子 破国阳密海中凉 乔宫珠真太子 立万狂兰旧大名 望一赏赏 闲昏浪浪 不适不报 十全未到 话说 当年宫中那是惨难连连 皇嗣又不断的夭折 贵妃娘娘好不容易生下了龙奉差 可二十年后 你们猜怎么着了 公主竟然变成了太监 太子流落了江湖 你们知道真正的太子是谁吗 是谁 他就是黄河游侠的徒弟 果然是明师出高徒啊 好 公宋 是 任何人不能进出 否则格杀无论 太子 房间里头搜过了 没人 我就不信杀不了你 就算天下海角也要给我抓回来 你这个畜生 已经知道太子是谁居然不向我禀报 死地下 还想杀人灭口 那个人就是胡忠玉 就是当年公主的小太监古晓月 公公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你跟他都是赵怀安的徒弟 你怎么会那么晚才知道他的事 公公 我属下真的不知道 你根本就是在狡辩 现在好了 人去楼空 你还有脸回来见我 公公 书下已经传立封城 任何人不能进出 他 他跑不了了 真是诚实不足 败事有欲 你竖起耳朵 听一听 百姓们都在说什么 赵怀安肯定没有离开 他还在城里面 现在西场的旧部 已经勾结了大部分江湖人士 你还是小心你的脑袋吧 那我的登基大典 还举行吗 你还在做你的登基大典 我原来准备 在城楼里给你举行登基大典 但你现在还敢站在那吗 我们在明他们在暗 赵怀安会让你有脑袋登基 没脑袋睡觉 各位江湖朋友 你们愿意跟赵某一起 秦王杀敌 朱厨万玉老 还有我的猎徒马天佑 赵某替皇上 敬各位一杯 好 来 好 好 干 干 干 没想到这么多江湖好汉 答应跟我们聚一一堂 并肩作战 胡忠玉跟宇花田也已经姐弟相认 他们应该放下儿女私情 哪有那么容易 他们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一走了之后 我一直骂胡忠玉 想把他给骂醒 不过我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他呀 真是个痴情种 别看他平时像在百花丛中似的 其实专一得很呢 看得出来 他深深地只爱着宇花田一个 怎么办 可一遭无弄人呢 你说 现在已经证明了他就是太子 要是宇花田不是公主 那该多好了 马尔 马尔 雨龙 雨龙 你终于来了 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雨龙 我这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只要我一闭上眼睛 我就看见兰妃和她的孩子 变成厉鬼来要我的命 什么妖魔鬼怪的 大老爷来找我 就说这些没用的话 可是 可是雨花田不是一直想杀我吗 她是公主 她找你报仇理所应当 你以为她会放过你吗 我知道 我罪孽深重 我不是就想求她原谅我吗 雨龙 咱们试试 受够了你们这些妇人之人 雨龙 我有个秘密 瞒了你二十多年了 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我不要求她 泪你 她遭受她 在我身边 去哪里 我们去哪里 因为要找你 来 真的很感谢你师父他们 愿意为我们大明江山 故故而出力 师父这两天 号召了所有的江湖人士 过两天 就要和万语楼宣战了 等打败了万语楼之后 你最想做什么 我要亲眼看着你登基成帝 我哪是做皇帝的了 我根本就做不了一个好皇帝 没有谁 天生能做好一件事 我相信你 你乐观善良 头脑机灵 人缘又好 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皇帝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多优点 那你呢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你不可以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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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嫁人 你不可以嫁人 你不可以嫁人 这是在家里面仇 不是 你也应该有吧 你说了什么 与华天不是公主 我当时一心想铲除皇上的龙宠 所以我到蜂巢洋那儿 把孩子拿过来调包完之后 才交给你的 拿兰飞的琴生骨肉 去了什么地方 我 我真是作孽呀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守在你身边 处处为你着想 你干什么要这么做 绿龙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感到委屈 才会做出那么多报复行为 可是现在立地在目的 都是我自食的恶果 玉龙 你要是还有一点点赐人之心 就放过那两个孩子吧 我放过他们谁来放过我 他们一个个都想要我的脑袋 你冷静一点玉龙 现在皇上已经有太子了 他后继有人了 他不会再计较我们犯的错 别说我万一龙 不是太想把死的人 他们不是让我死吗 好 老夫就给他们同归于心 玉龙 玉龙 我求求你了 玉龙 我们走吧 现在皇上还没有回来 我们去找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咱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玉龙 你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三十年前 我让你放弃柔华富贵 你答应了吗 我劝你不要陷入公围之声 你答应了吗 现在让我跟你走 我走到今天 全是因为你这个贪不虚荣的女人 玉龙 我做了 我知道我做了 我现在后悔了 我们现在就走好不好 我以后一定会用我下半辈子 好好伺候你 乃不知了 我费尽心机找到了马天佑 以为他是太子 到头来竟然是个假的 我精精苦苦培育了玉花殿二十多年 让他做上了东西粮场的督祖 后来让他跟狗皇帝相认 变成了公主 到头来 到头来也是假的 玉龙 玉龙这都是天意 都是假的 玉龙 你就别一错再错了 你就放过他们吧 好吗 玉龙 我不要你来教训我 玉龙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玉龙 玉龙 这一切罪恋都是因你而起的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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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留下我一个人了 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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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公公 半夜三更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公公 我有军机禀报 赵怀安和一群江湖乱党 在承西的红兴龙 你手上怎么没有这颗痣啊 这怎么回事 难道 难道你不是公主 我不是公主 我真的不是公主 我没有那颗痣 我就真的不是公主了 对啊 凤先生说了 血满青旗 一生旗帜 长在不毛 我的志在左手 所以证明我是太子 你手上没有的话 你就不是公主了 可是 如果我不是公主 那我是谁 我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不是公主 那我现在 我该怎么办 我嫁给我 做我的娘子 我要告诉所有的人 你羽化田是我胡忠玉的女人 我要许你一生一世 不 是生生世世 Fiう人 你的了都在哪里 好呀 我都在哪里 你你们这么那么难哪里 你不肯定他 乐 marquee 乐 transformative 我肯定她懂我肯定他 你不肯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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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他 一路辛苦了 师父 只能委屈你也先跟我们在一起了 都是因为你 我本来好好在别院里养老 根本就不需要跟你们东奔西跑 无价可回 你别不是好歹啊 要不是我 你连命都没了 以后封太医就交给你照顾了 我知道 不用你们提醒 他这个包袱啊 想扔掉都难了 当了他的关门徒弟 想走都不行了 师父 师父 凤先生 你快看羽化田的右手 他手上根本没有质啊 所以他不是公主对吗 怎么会这样 当年是我亲手把那个女婴交给皇后的 凤先生 当年兰妃所生的女婴 手上真的有那颗痣吗 长大以后会不会消失了 不可能 虽然不是我亲手为贵妃娘娘接生 不奉双妻 生质其异 没有错 再说 你的双脚也是我亲手给你治好的 更不可能有错 可我脚伤并没有伤疤呀 而且受伤也没有治 照你这样说 可能有人把孩子调包了 那这么说我就不是公主了 那我到底是谁 我也不清楚 当年替贵妃娘娘接生的 是女医官邱海棠 我是在门外等候的 后来出了点意外 我才亲手替贵妃娘娘接生第二个孩子 难道说 是皇后把孩子调包了 看来是我们的疏忽 之前一直顾着寻找真正的太子 把注意力集中放在胡忠愚和马天佑身上 却忘记检查羽化田的台积了 那现在真相打败了 你不是岚非所生的公主 那你跟胡忠愚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 不过 不过皇上已经册封了你 你还是有公主的名分的 我想回宫一趟 你这会儿还回宫干吗 我亲自问皇后我究竟是谁 那我陪你一起去 走 等一下 赵大侠 我能否跟你单独说几句 什么 余花田不是公主啊 太好了 现在能配得上胡忠愚的 只有我一个公主了 不要高兴得太早 余花田不是公主 就证明她跟胡忠愚没有血缘关系 那没有血缘关系 她们俩就可以名争言顺的在一起了 那怎么行 那男人婆哪配得上胡忠愚 不行 我现在必须得拆散她们 你现在去干什么呀 她们正是浓情秘义的时候 你只会自讨没趣 碰一鼻子灰的 我才不管呢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胡忠愚 被那女人迷住绑 我当初给了她电情信我 她就应该是我布鲁都的男人 你这算什么呀 我当初比你更早对胡忠愚有情 她不是照样心里没有我的存在啊 如果你真的想抢回胡忠愚的话 我倒是有办法可以帮你 你真的愿意帮我 那就要看你听不听我的话咯 你现在就走啊 事不宜迟 你刚才跟师傅说了什么 你们在啊 你们来干嘛 我和布鲁都是来恭喜你们的 恭喜我们什么 我听顾少堂说 正是你俩不是亲姐弟 所以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杯酒是我敬你的 真是够意思 不愧是跟我在一块同甘共苦的 虽然之前有个误会 但现在雨过天晴 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你应该不会拒绝吧 我还有正事要办 这杯酒等我回来再喝 时候不早了 我们走吧 她没喝怎么办 胡忠愚喝了不就完了吗 好 你怎么了 我肚子有点疼 你先等我一下 我上到茅房 好 余公主 你怎么还在这儿 胡忠愚去哪儿了 她突然肚子有点痛 你俩可真恩爱 连胡忠愚上茅房 你都得牵挂着 你要不直接去茅房里等她得了 人家可是天生一对 吃饭睡觉都得黏在一起 你嫉妒什么 一个是大明的太子 一个是太监栽培的杀人工具 要是换做我的话 我是没练剑人了 哪还有先行意志 在这儿等她呀 你们俩到底什么意思 余公主啊 虽然你们现在已经证明 没有学员关系了 可是皇上已经昭告天下 证实了你的公主身份 难不成你还想当太子妃啊 那岂不是落一个乱伦的骂名了 那可是欺君之罪 即使皇帝不知她的话 他也不可能跟胡忠愚在一起 你们汉人不是最注重船头礼教了吗 只要冠上皇室的头衔 他就不可能嫁给胡忠愚 爹上皇室的大衬 我若是爹上皇室的高文室 这是什么 这是皇上录赐的东西粮厂军令兵符 只要有这兵符 所有将士都将听命于它 这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要交给我 我要进宫查明自己的身世 我担心我来不及 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 万语楼阴险狡诈 而你们势力担保 明天一旦打起来 我想这个军令符 你也许能用得上 宇化田呢 你还没走啊 正好 你师父找你 跟我上去 师父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今天我要你们执行的任务 是剿灭以赵淮安为首的江湖乱党 也许其中还有西场的参与叛军 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听好了 包围承袭的红星楼 隔场无论 谁要是拿到了赵淮安 和胡忠祕的人头 赏金一万两 大沙尔坞 沙尔坞 阿倫 沙尔坞 克盈奥 和尔坞 一万两 大沙尔坞 我们烦 一万两 是 怎么回事 皇后怎么死了 是谁把她杀了 尤思考 死你 站住 别跑 站住 站住 快 走 兰妃被皇上立了灵位 供奉在慈恩寺的佛堂 朕莱 难道这就是枋朝阳所说的 兰妃之灵位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就是兰妃娘娘吗 当年的沉渊还没有得雪 所生的龙冯胎 女儿下落不明 但是太子已经找到了 可惜 今天他不能和我一起来 前来祭拜您 我代他向您叩首 希望你在天之灵 保佑太子为你报仇雪恨 过去 我一直以为你就是我娘 也曾想过要来祭拜你 可我今天跪在这里 都不知道我自己究竟是谁 我喜欢胡忠悟 我们经过了那么多的劫难 毕竟了悲欢离合 可没想到 他却是大明的太子 而我现在 只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 我配不上太子 也许 是我上辈子欠他 所以这辈子 就算凭上我的性命 我都会保护好他 让皇上早日班师回朝 让他们父子团聚 各位江湖朋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胡忠悟 也就是当今的太子殿下 太子 太子 这是太子 太子 这是太子 各位前辈 我胡忠悟 感谢各位的鼎力支持 希望这次我和师父 能够出师大劫 为大明铲除大鳄 太子殿下切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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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什么呀 驾 赵大侠 东厂的人快到了 各位江湖朋友 那我们现在就出去跟他们决意死战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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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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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 这都不优秀 不优秀 到这里 就让你一步 不优秀 到处 到处 他们进了 那边 多处 又在处 到处 到处 那边 放 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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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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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犯了 走 西场的人也来发布 哈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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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住手 叛军听令 我乃大明太子 皇上遇刺兵符在此 见兵符 独见圣上 我们东城的叛军 速速给我放下兵器 都给我住手 不要听他的 他是假太子 来人 把他给我剁成肉酱 你们东城西城 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你们这些东城叛军 太子在此 为免杀戮 放你们一马 赶快弃暗投兵 可免一死 切暗投兵 塞户 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